好,讲到方便,其实像智慧型手机的3C商品也越来越多,也就是要方便民众使用 而在往往不能换电池,用到没电的时候,大家就会仰赖所谓的行动电源 直下却发现了很多商品都随着电源容量越大而越贵 但是里头的容量却是骗人的 消保处就抽查了市面上20款发现,通通不合格 其中最离谱的容量竟然只占号称容量的28% 出门在外,手机没电,行动电源解决一切烦恼 人手一个,但容量真的有买到所说的这么大吗 市面上行动电源款式越来越多 向消保处抽查20款发现,通通不合格 有的是标识不清,有的是容量骗很大 像是这款粉色行动电源,号称18000安培 可充一台iPad,两台相机,四只手机 不过实际测出来,最大容量只有5123安培 容量只有28%,相当于只能从一只手机就要没电了 我们要请标减局赶快就这个产品呢 去请它做改善,然后先下架改善 然后如果它不改善的话,我们就依58条开罚 6万到150万 20款中容量最高只有占79% 连大厂Sony菲利普也上榜 两家公司生产的容量只有50%到60% 和原本宣称的有落差 而询问业者目前还没得到回应 另外也有厂商电池绝缘体没做好 机体过热造成外壳较黑 它会闷烧,然后可能也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会不会到起火或是爆炸 要看当时的状况 萧宝处大动作要求业者下架 只是部分商品就连制造厂商都没有 幽灵商品线的政府机关也要联合追查下去 周天新闻正人中讲的是台北采访不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